淋上我的蜂糖 蜂糖跟培根搭在一起 真的是絕配 它的法式吐司真的跟外面不一樣 不是法式吐司 它有點像 草莓起司蛋糕 太好吃了吧 太好吃了吧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小資女孩 兩邊亞民 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小資女孩凱琴 那今天呢 帶大家來到西門町啦 不過這麼一大早 跑到西門町要幹嘛 就是要 吃早餐 在吃早餐之前要記得先訂閱小資女孩的頻道 這樣子如果有什麼好的美食呢 我們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第一天我們來到這裡呢 吃的早餐店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要去一間 時尚 簡約 而且呢 歐式條午餐的路線 好啦 那在我們出發之前 我要再說一次 記得訂閱我們的小資女孩頻道 好 開始吧 這個其實就是西門町的六號出口 那離開六號出口之後呢 其實很方便你們就直接走進西門的土庫區 大早什麼西門町人只有這麼多啊 西門町還是很多年輕人都喜歡來的地方 所以呢 身為一個年輕人 我還是很喜歡在西門町逛的 我們等一下去的地方呢 就是有小香港支撐的一條街啦 它是成都路27巷 那其實在1970到1980的時候啊 就有很多香港人呢 都跑到那條街那邊 就開各種的店 不管是美食店呢 或是賣衣服啊 賣精品的都有 那大家都知道那條街就有很多香港了 所以就叫做小香港 而且那裡還有一棟大樓 它就是被叫做小香港商業大樓啦 後來就漸漸香港人開始搬出來啦 那現在呢 其實就只剩下一個名字 不過還是有幾間茶餐廳在那邊了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呢 就是在那一棟大樓裡面的三樓 接下來呢 我們就走到分岔路口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是幸福湯 你知道真的是很多人在排隊 所以一大早大家就要喝珍珠奶茶 往最左邊的那條路轉 那我們走到最左邊那條街之後 就繼續往前走 走走走走走 我們走到大概是Mini Soul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左轉進去了 小香港大廈要怎麼認出來呢 其實非常容易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間違紀茶餐廳 違紀茶餐廳的正對面呢 就是一棟大樓了 那這一棟大樓呢 就是小香港大廈 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小香港大廈 OK 那我們就進去三樓喔 喔 電梯超復古的 三樓到了 超美的 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 來 給你們看 是不是 很美吧 打開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設計 因為其實跟我們一般去其他咖啡廳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裡比較是那種 歐美工業設計風的感覺 就會覺得很簡單很乾淨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直接放鬆的感覺 真的很好 他們連菜單整個設計都很歐美工 這樣簡簡單單 乾乾淨淨很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 有甜的跟鹹的早午餐 然後有一些炸物 喔 甜點也有耶 他們這裡啊 其實到了晚上是餐酒館 所以可以看到中間這整排 全部都是不同的調酒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就是你們鹹的早午餐 有沒有比較推薦的事 我推薦這個布里歐培根麵包 培根它跟 幫我們在台灣吃的口感不太一樣 所以比較香脆 再搭配了炒蛋 炒蛋它是比較濕潤的口感 蠻特別的 那我來跟這個看 然後 好 那我還要一次製飯 你抵合鮪魚湯 甜的部分推薦什麼呢 有比較清爽的像巴西美優格碗 還有另外一個 照牌法式豬汁 法式豬汁的話是有浸泡過特製的醬 上面的話是炒過的焦糖 裡面就要濕潤 然後外面就要濕潤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就兩個都點 小顆才做選擇 大人才會做選擇 你看我看到有沒有那個白松露薯條 野奶拿鐵 你們看又是一個很豐富的早餐啦 就先從這個開始吧 這個就是剛剛他推薦的 你看他有不理由麵包啊 然後還有培根炒蛋 而且還附上蜂糖 感覺就已經很豐富了 我們來把它組合在一起 剛剛他說 其實因為他們的培根 跟我們一般吃到的不太一樣 是比較偏脆的 所以我滿好奇是多脆 欸真的耶 是偏硬的感覺 就是要把它們疊得美美的 一看到他們把所有的餐點 擺到桌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真的很像在拍雜誌 真的很漂亮 再來呢淋上我的蜂糖 好香喔 哇好香喔 蜂糖跟培根搭在一起 真的是絕配 培根真的是蠻脆的 不過再加上他的炒蛋啦 是軟軟滑滑滑還蠻綿密的 而且他奶油味蠻重的 上面還有那層蜂糖是甜甜的 整個層次感很重 尤其是他布里歐啊 本身就是偏奶味比較重的麵包 那中間是軟軟的 再加上還有烤過 所以整個吃起來呢 是脆脆的 然後軟軟的 脆脆軟軟的 就一層一層這樣子疊在一起 難怪很多人都喜歡點這一招 班尼迪克鮪魚塔 其實從外觀看就已經知道 他跟我們一般吃的班尼迪克不太一樣 因為一般班尼迪克他下面 其實用的是英式麵包 他這個呢 換成是用鮪魚、石螺、還有洋蔥 弄在一起的塔塔 就下去炸 就有點像是魚餅的概念 然後上面呢又鋪了 薰鮭魚 然後還有芝麻葉 最上面還有一個很可愛的香草 我們先把檸檬擠上去 其實班尼迪克上面的荷蘭醬 就是有檸檬味的 因為檸檬擠上去了 現在要把嘴波蛋切開了 超罪惡的 滿滿的幸福感噴出來了 超喜歡這一招 他下面的肉餅炸得很酥脆 尤其是他肉餅洋蔥的味道 帶一點點辣辣的感覺 上面的薰鮭魚 它的煙燻味 又會把洋蔥的腥味蓋過去 其實因為他有加了水波蛋 他用整個水波蛋 你把它切開的時候 那個蛋之後滲進去 炸的脆皮裡面 會覺得很有層次感 他比一般的班尼迪克蛋來說 多了一種辣的感覺 不過其實剛剛我會擔心說 如果他把麵包換成是炸的 像是鮪魚餅的話 會不會說會有那種油膩感 但其實不會 因為他把油膩的還滿乾的 其實吃進去你只會聞到 他滿重的鮪魚還有洋蔥搭在一起的味道 這樣真的滿香的 我們現在吃完鹹的呢 我們要來吃一下甜的部分 真的是所有來這裡的女生 都會很想點的 因為光是看他的外觀 你就已經覺得 這是少女心大爆發 除了有法式吐司之外 上面還有草莓 又無花果 而且中間這個白色 它其實就是馬斯卡蹦吃 同樣的呢 它有附上蜂糖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吃 沒試過新鮮的無花果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無花果加上法式吐司 其實無花果啊 本身是沒有那麼強的甜味的 那種鬆鬆的口感 然後帶一點水果的清香 因為它的法式吐司真的跟外面不一樣 因為它最上面含了一層焦糖 所以咬下去的瞬間 比較脆一點點的 然後呢 才會吃到充滿蛋汁的法式吐司 草莓加上Maskarbon起司的法式吐司 自己真的是螞蟻 吃甜食特別興奮 這其實不是法式吐司 它有點像 草莓起司蛋糕 吃進去的時候 可以吃到草莓的酸度 然後搭上起司那種 比較鹹香鹹香的感覺 還有那法式吐司 整個融合起來真的就很像起司蛋糕 好好吃喔 可是點一道甜點 你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吃法 好酷喔 其實這一道真的是很適合螞蟻人當早餐吃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法式吐司啊 或者是這種這麼豐盛的甜點 好像應該當下午茶 可是我也說 這個當早餐呢 你真的會覺得非常幸福 螞蟻人來這邊 一定要記得點這個 另外一個是比較屬於 清爽型的螞蟻人早餐 巴西梅碗 那巴西梅碗就是很健康啊 你可以看到上面呢 有各種不同的新鮮水果 草莓香蕉 然後中間有燕麥片 而且呢還有這個奇異果 真的是健康到不行的版本 已經去了外面的毛 但是皮沒有去掉的奇異果 因為這樣其實可以促進你的腸胃蠕動 但是跟外面不一樣的是 有沒有看到這個 72%的苦甜巧克力 哇 很幸福的巧克力口感 用最正統的吃法 然後混在一起 我們就一定要來吃一下奇異果的部分 好幸福喔 巴西梅碗吃起來最幸福的那一刻就是 當你吃到甜甜的巴西梅碗的底 然後呢還有上面新鮮水果的酸味的時候 那一刻你真的會覺得你今天的早餐非常的健康 而且它的燕麥片啊又有那種脆度在 然後增加土甜巧克力 所以會增加一點點巧克力的香味在裡面 不過它又不是那種甜蜜到極致的巧克力 因為72%它還帶了一點點苦澀的感覺 它會說它是比較清爽型的螞蟻人早餐 白松露薯條 因為一看到它上面這種白白的啊 然後還有再帶一點點黑色松露在上面 滿滿的薯泥都在裡面 不是那種空虛的薯條 它其實是有先淋一些松露油在上面 然後才再撒上白松露的 吃起來它的味道蠻濃的 因為它的松露油其實是已經被吸附進它的薯條裡面 所以吃進去的時候那個松露油的味道就會爆發出來 哇好好吃喔 我自己真的是可以默默吃掉這一整道 因為它的好吃程度真的是足以讓我直接整個早上 就一直吃它就夠了 再來呢就要介紹兩杯飲料啦 我剛剛光是看名字就覺得還蠻神奇的 野奶拿鐵 因為我自己在外面真的沒有看過 你看看你看過抹茶拿鐵 豆漿拿鐵 紅茶拿鐵 但是真的沒有看過 野奶拿鐵 這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因為它其實不是完全用野奶去取代那個牛奶 所以它的野奶味是淡淡的野奶香 不過呢因為它加了野奶 所以其實喝進去的口感是會更加滑水的 而且啊野奶拿鐵它其實在加勒比還非常流行 我都沒有想過居然可以在台北喝得到 你知道心情很好 那有些人說啊椰子油其實很健康嘛 所以雖然不知道這一杯野奶拿鐵 是不是真的就是有醫學上面的健康啊 不過呢我心裡面覺得自己現在很健康就好 重頭戲來了就是這一杯 焦糖鬆餅冰沙 早上喝冰沙是不是心情就好 上面這些焦糖啊 其實是他們自己加自製的唷 這上面真的就是 荷蘭小鬆餅 荷蘭小鬆餅呢就是兩層鬆餅 中間還會夾一層厚厚的焦糖 吃進去呢就是非常的甜非常的幸福 你喝進去其實是咬得到 它有把那小鬆餅給打進去的小碎片 沒有冰沙的碎餅 好有層次感喔 真的甜的滿幸福的 冰沙喝進去的瞬間那些小碎冰會融化掉 然後再來呢就是你可以咬到那些鬆餅的碎片 現在那個荷蘭小鬆餅 那它的荷蘭小鬆餅啊 還有再搭上這個鮮奶油 所以反而那個鮮奶油的奶味 可以把它的甜膩感蓋掉 這樣吃起來呢其實滿多人應該會很喜歡的 有沒有突然覺得來到西門町 這樣可以坐在這種地方悠閒吃個歐式早餐 非常好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下次來的話也可以來這邊 一邊拍攝一邊吃你們會覺得整個早上呢 渡得非常悠閒 一邊拍攝一邊吃你們會覺得整個早上呢 好 謝謝